这里是山西的林坟坟城站 我是来这里看古建筑的 没想到这个小城这么热闹 能看到古建筑了 这地面铺设的都是石板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古建筑 但是进不去 这边是个木牌坊 上面有监察房 看一下兜工 从这边过一下 看一下这木柱 感觉回到了古代 是不是 大木门 上树了 里边树好粗壮 士兵看一下 我钻不进去 有人吗 看一下这木柱着 猝不猝 天呀 这应该是影币吧 这是个五彩琉璃硬币 还可以往前走 看一下木雕 挺精致的 这是城隍庙 死建于明洪五二年 暂地呢有四千平方米 看一下 城隍庙 下面还有两尊石石呢 还相望啊 是不是 刚才没注意啊 这个城隍庙上面 还有三个字 显右脖 是不是 但是门都是关着的 进不去 咱继续往这边找 看一下 不会滑倒吧 挺滑的 很冷啊 这也是个木牌楼 这是个驿震房 也是个木牌房 这个巷子的东西两侧 各有一个木牌房 那边是监察房 这看真是 有感觉的象征 他这里啊 可不是只有 明清时期的建筑 人家这里啊 是从唐真关年间 到青岛光年间的 古建筑 牛吧 看一下这个象征 再继续往前走 真冷啊 山西 一阵房 这里边应该住得没人了吧 锁着的 这地面 这都结的冰啊 挺动手的 这边有个城门啊 真冷啊 太冷啊 不行踩踩雪吧 冷或者 应该踩踩雪就不冷了 挺春的 天好冷呀 洗 看来有人结婚呀 这边 现在已经走出城门外边了 哇 这是顺化门 走 进城 赶集 这个象征啊 算转完了 咱去别的象征看一下 这边又堵车了 这边又堵车了 它这个真热闹啊 去前面看一下啊 哇 感觉今天晴冷晴冷的 前面是古楼 位于四日街中心 先过去看一下 上面还有牌匾呢 揽月流云 是个三层的 砖母结构的建筑 还有个牌匾呢 太平古役 底层呢 是个十字的拱洞 通往四街 古楼呢 始建于唐真关年间 但是呢 是明清时期 重建的 来这边看一下啊 这边还有塔呢 这是文峰塔 塔脚还有铃铛呢 风一刮挺好听的 钉铛铛铛 这座文峰塔呢 塔高呢 是24米 八角九层 它是个实心的塔 没有台阶可蹬的 是实心的 听一下 这边是有门的 但是呢 没楼梯 实心的 每一层呢 还有一个小拱门 在文峰塔的旁边 还有一个贡院呢 也叫做寺院 是古代考试的地方 是清代的建筑 进不去 天没黑啊 咱去看一下 别的古建筑啊 从这边走 哇 这土地都冻石了 看一下 这条街往前走 咱去看别的古建筑 看一下 这老房子 前面呢 就是洪济桥 咱去看一下 这座桥呢 始建于金大定 23年 原来呢 是木结构的 明家境元年 重修的 咱去看一下 看一下 这老房子 应该都没人住了吧 应该 洪济桥 这就是洪济桥了 看一下 这是洪桥的石柱啊 最早的时候它是木柱啊 后来改为一个石柱了 看一下 走 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来这个巷子看一下啊 这边好像是一个城门呢 路面 都上洞了 结冰了 咱还走平路了 太花了 走了 差点摔倒 上面还有三个字呢 色孤平 是不是啊 还不是太懂啊 穿城门就够了 下面都是十八 东坡宝门 是个清代的建筑 这边看一下 哇 天啊 天啊 有点吓人啊 这是不是 城墙呢 这有住家户的 行了 就不往那边走了 发现挺有意思的 我不是前一段来过三溪吗 我就知道这里可冷了 这次呢 我穿的挺厚的 然后呢 现在是身体不冷了 现在是手冷 动的手拿不出来 哇 现在手动作 动麻了 防不胜防啊 以前再冷的天啊 我都不戴帽子 现在不戴帽子啊 受不了 太冷了 现在回车里啊 我都不知道今天住在啥地方 哎 这是不是也是个古建筑 咱去看一下 没找到门 这应该是个官地庙啊 走吧 回车里去 太冷了 车在这边停着呢 我的手动的 已经麻了 没自觉了 回车里 脑活脑活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 才感觉缓过来 手感觉有自觉了 我准备上前面吃点饭啊 脑活脑活 看一下 还刮大风啊 天冷配大风 绝配 我现在找地方吃饭啊 牛肉丸子面 林坟特色美食 我不吃辣 要的清汤 为啥叫牛肉丸子面 因为里面有牛肉丸子 还有面 饭饮吃过了 我现在回车里 想一下 看看今天晚上住在啥地方 他这个镇上是没未曾见的 所以我是不准备在这边住的 我可能连夜去连来吧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下个视频见